我们的组织是像蜘蛛网一样 我不想各位有没有被蜘蛛网粘过 你被蜘蛛网粘过你是最难过的 为什么 哪也拿不了 不晓得在哪里 他就感觉到当地很难过 各位看那个蜘蛛网 他好像安安静静的在那边 但是再远的路上一动 他核心团队马上知道 马上把你抓回来 我们是很高兵的 以进带动 以进带动 当我们把网布好了以后 没有人跑得掉 所以我们的组织 有核心也有外围 而且外围经常是你摸不清楚看不到的 我请问各位 你经营企业 你最怕的是什么 你最怕是什么 最怕就是跟在你后面的那个人 其实你这样看是不太对的 最怕的是看不见的敌人 只要这个敌人让你看得见 你几乎都不要怕他 你怕什么 他看不见 不晓得在哪里 猛能拎出来 那我措手不及 我就完了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文经常 隐而不现 你看会下象棋的人 他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因为他有表情 你就会抓到 他在想什么 他不会说 百明年要吃你这个鸡 他不会 他要吃那个鸡 他会从这边动起 然后慢慢的把你哭到无路可走的时候 你才发现我鸡要被吃了 你死定了 鸡已经死定了 这才是会消想起来 不是说这一步 那一步一步一步看 他说算到五步以后 我出这步 你有几个可能性 你会瞧几哪一种方法 我下一步怎么样 这才是会消想起来 中文经常 考虑得很长远 思虑很周密 而且他隐而不现 他不急 一急你就发现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放长线吊坝 但是你一上钩的时候 你就一点办法没有 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千万记住 什么叫做团队 就是大家心目当中 有领导的存在 那我现在问你 什么叫做领导 我们的定义跟西方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领导就是无所不知 什么都不管的人 就叫领导 这两个条件你能够做到 你是很好的领导 你要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管 然后有人说 我什么都不管 最后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完了 那完全被架工了 那是做假的 我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不管 这种人谁最喜欢 颜罗丸最喜欢 赶快叫他来报到 很快就死了 所以为什么能死得那么早 就是颜罗丸等他去 因为颜罗丸旁边 需要这样的人 热心服务 连命都不要 赶快叫他来 你就去了 你对死自己有什么用 生命是很可贵的 不是几个钱就能把你换掉了 我当主管 我大大小小都知道 所以中国人不可能授权 很多老板在外面讲 我充分授权 其实大多讲好听的 我告诉你 你只要有些事情不知道 你怎么做决策 我就问你这一点就好了 你没有全盘了解 你这么做决策 你骗谁呀 外国人不是 外国人全则合一 你跟我负责任 中国人负责任又怎么样 我问你 当你的干部都 容易负责任的时候 公司已经垮掉了 这才是中国人看得很长远的地方 公司不能垮 谁都不必负责任 你天天跟我负责任又怎么样 老讲我们当领导人最气的那种干部说 我来负责 我们心里真好需要你负责 我宁可你不要负责 公司不要夸 最要严重的 公司罚了 你们一起负责都没有用 有什么用 这样有什么错 错在哪里 我们 你口口声认要负责 你有没有能力负责 你负得了什么责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去追究他 不是啊 这个人很有魄力 勇敢负责 我宁可所有人都不要负责 公司不要垮 公司搞垮了 大家都负责 有什么用 这才是中国人想的 我不会授权 记住 中国人一授权 他就分权 一分权 你就很多消息不知道 就会影响你决策的资料 你看我们常常讲早知道 早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一早知道 早知道已经没有用了 早知道 当一个领导者 无所不知 你不会发生什么疏失 不会发生什么差错 但是你绝对不能管 你一管 你的干部通通无法管 无法管 我当大学校长的时候 我公开跟我所有的学生讲 你们有任何问题 可以email给我 但是下面讲一句话 我不会给你答案 学生很年轻 就说校长 那我们email给你不是白给的吗 我说不会白给 你们给我 我如果回你 我们学校的干部全死掉了 都无法做了 因为他们的想法 不可能跟我一百分之百一样 那我为了我的面子 他们就糟糕 就拼命猜我的意思 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做事情 你们给我email 我会把它分给应该去处理的单位 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 这是你们的意见 我反映给相关的单位 而我在里面看你怎么处理 你好好处理 你们很满意 就没有事了 他处理的不合适 你们不满意 你在里面给我 我还给他 两三次你们就满意了 我看起来一点功劳都没有 因为我不需要再够功劳 一个会当领导人 就是把功劳弄给干部 你们都有功劳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功劳 因为我不需要有功劳 我需要功劳干部 你们要有贡献 你们才会升上来 我有贡献 我升上去就升天了 那我还跟你们抢功劳 现在很奇怪 领导老要跟干部抢功劳 都话讲这些都很清楚 有什么难的 我们不是 我给你email 你就要回我 那什么都不要做了 学生一给我email 我回他 老实讲 所有职员 他都不敢做事情 他样样要问我 他样样要猜测我的心思 他全完了 所以很多事情 听起来很有道理 分析起来是没有道理 有很多事情听很奇怪 但分析起来它非常有道理 所以看事情要看得很深入 不能看表面 我们核心 有核心的动作 你有空去看看蜘蛛丸 蜘蛛丸核心在那里 好像都没有动作 所以它是很机灵的 只要外围有任何情报进来 它都会做出很迅速的抉择 外围 收到任何情报 它一定要很忠实的去反应 因为它无从判断 它没有办法判断 我们常常说 你要研判 其实不对 你要 忠实 是真的 因为你没有 研判的能力 你有什么研判能力 该是什么事 你就反应过来 我们从各方面的资讯 我们才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 你每个人都判断 每个人都在这里 做不同的修正 调整的话 到我这里 没有一样是终止的 我糟糕了 捷尽全力 推动中国企业员工的职业化 全力以赴 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时代光滑 我们要精益求精 要力求改善 来增强我们的实力 有一句话 叫做日日新又日新 我相信各位是很熟悉的 什么叫日日新 不是现在所讲的创新 那天天都创新 那个糟糕了 那变到最后是什么 根本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经营理念 我必须要说明 外国人有很多东西 他到现在绝对是赶不上我们的 新是好的意思 不是新旧的 我认为新旧有什么用 善恶比较重要 改善 不断的改善 就是越来越合理 这样才是好的 我们要研究是研究什么 研究这个产品 越来越合理 价格合理 功能合理 质量合理 而不是新跟旧 新的又怎么样 现在我们很盲目的 变花样 变到最后 完了 真的完了 江南财经 就开始乱变 你看做衣服集团 做到路肚集园 这是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 你看中国的小孩一开始就是一个杜兜把他锁住 因为这东西最容易感应风寒 所以我是很怀疑现在服装设计师大概他爸爸是内科医生 替他找生意 你这个东西什么地方都可以 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护住的 要不然中国人有肚兜干什么呢 你看外国人一个背心也是在保护这个地方 结果什么地方都富住了 最要害的地方张开的 感冒 流产 不能怀孕 统统来 这对人类是很大的杀伤力 可是我们现在新啊 时髦啊 有时候我在街上看了很多人 我是觉得 我真的很可怜他 你好好一个人去穿那样的鞋子 好好一个人去穿那样的衣服 你是干嘛的 老家你问他他也不知道 我在美国就亲眼看到 一个很健美的女孩子 穿了个T恤 接着一函中国字 那是天下奇观的 那函中国字写什么 写情物在此地小便 他不懂嘛 他说中国字就是漂亮嘛 就是新奇嘛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写 不能在此地小便 你这里就是不能写 全部在此地小便 他不知道你什么 现在我们很多观念 真的把我们害死了 心就是好 为什么心就是好 我不懂为什么心就是好 任何产品 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都是高度危险 新的药 哪来吃 你就变白老鼠 你吃了十天才知道 会得癌症 你完了 你全完了嘛 凡是看到新药就吃的人 都是义勇军 你不要当这个义勇军 干什么呢 好像我住的地方 如果有新开张的这个饭馆 我大概都不委屈 我要看它能开多久 成一年下来 我觉得差不多了 否则我去试 我干嘛做试验品呢 没这个必要 任何产品 如果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很快被淘汰 你就知道 它根本不是好的东西 那它不心嘛 它怎么会心呢 所以我们现在观念 心就是好 这个观念非常糟糕 日日心又日心 它是指改善意识 改善意识是每个人都要有的 我们不断地求进步 什么叫进步 合理就叫进步 这个包装不合理 换一个包装 你新的包装会比旧的包装更合理 就对 没有啊 你看现在我们包装都慢慢学日本人 日本人是一个小东西 然后包一层 再包一层 又包一层 包装这么大 你干嘛学它呢 那是制造垃圾 过度包装 谁看的都好大 但是我们盲目的在学 很小东西 装成这么大 就是欺骗 你送一个人 他一看 这么大 一打开 一小块 他欺不欺 你骗别人 你还骗我 你会想想那个后果嘛 我们要提高专业水平 但是同时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一个人只有专业 没有视野 这个人其实是 跟人家没有话题可讲 什么话题可讲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 我们拼的老命 也要去读那个 综合性的大学 而不会读那个专业的学院 为什么 其实学院跟大学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大学 我们不读学院 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你学院啊 他是很专业的 你学这个 我也学这个 你讲了四年这种话 他还讲四年这种话 我们永远只会讲这种话 大学就不一样 我是读工的 我去跟学龙的聊聊天 我一发现 学龙的也有他一大片空间 我跟学医的聊聊天 你要不停的去跟不同行业的人去接触 你才能扩大你的视野 你一辈子只谈这些事情 那你值得吗 你不值得了 我之所以敢讲这种很广泛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在龙学院带过 我在商学院带过 我在工学院带过 我在医学院带过 我在师范学院也带过 我接触不同的人 就是要扩充我的视野 你才能够从各方面来观照一件事情 就叫做通 不然就是不通 所以一个人除了有专业以外 你还要有 所以做学问最好的办法就是 丁字形 我先走横的 再走直的 上面有一个横的 再一个直的 这种人是最可靠的 我一定要专心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现在给各位一个建议 你的团队如果能够做到 这样的要求 你的团队已经不得了了 眼前的人就是最重要的人 手上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工作 此时此地就是最重要的时间跟空间 就够了 我们不是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在想那件事情 我们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 在想那件事情 一拳完了 因为我教书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个学生 上课非常认真 比谁都专注 但是他老考不好 成绩老考不好 后来我去长期追踪 我就发现 上数学课 还想糟糕 我这个英语 英文的作业还没做好 所以一方面在听数学 一方面他在做他的作业 他看起来也很认真 他做件事就想到那件事 拿那件事就想到这件事情 看到这个人想到那件事 那怎么做得好 眼前的人就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比他更重要 手中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你把这事做完再做其他呢 在想其他呢 当前的时光 就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 那你还会错到哪里去 你会错到哪里去 我们都不是在这里想那里 跑到那里又想到那里 那你一生不晓得在做什么 都在漂泊过日子 公司也要专注于自己上产的几项 产品 不能够大小通磁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公司 他的问题就发现在 他喜欢大小通磁 有很多果营企业发生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要大小通磁 那风险太大 记住一个人长得太高的时候 体型太大的时候 他连转动都是很困难 都非常困难 他不灵巧 所以小企业有小企业的好处 那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就不能搞大企业呢 其实我们曾经追踪过很久 你看韩国就是发展大企业 台湾就是发展中小企业 这是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观察点 韩国那个大企业一做出来 时好时坏 因为环境一变动 他就调整不过来 他就下来了 好不容易调整他就上去了 台湾没有 台湾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中小企业 他一看不对他就调动 一看不对他变化非常快 所以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我们的 中国式的团队 你要有核心团队 还有外围团队 还有外围之外的团队 叫做富士团队 我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来做 风险太大 我把它分割成七八个 我让其他的人去做 风险就小了 大家分当风险 而且所有人都会收集资料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专注而已 今天叫做外包 外包是降低成本最好的方法 因为小厂比较容易管 大厂很难 照顾不过来 小厂要调整很快 大厂很困难 但是你如果外包没有密切的关系 它不跟你配合 你经常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接着就要讲 怎么样使得这个外围又外围的 复苏的团队 也会跟你产生很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疫情告诉我们 分中有核 核中有分 只有我们做得到 别人是做不到的 我现在问你 一个东西我把它拆成七八个零件 到底是好做的给别人做 还是好做的留着自己做 难做给别人做 你要去想 一般人都会说 当然难做的留着自己做 你才能够控制 其实错了 你要把难做给别人做 最好做留下自己做 为什么 因为你把好做的给别人做 别人想这么容易做 那我整个就做好了 你要难的给他做 他说我这一部分都做得这么难 而我是最容易做的 像这种事情就叫做颠倒就叫心 要不然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心 中国人高明就是想进又想退 想左会想右 想高会想低 想赢也会想输 我们合在一起 你就进退自如 千万不要一头再下去 那就走 一厢情愿的路 最后是骗了自己 那我最后一句话就说 各位 千万不要骗自己 我们最大的毛病 就是我们常常骗自己 当你想什么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怎么突然将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在骗你自己 所以中国人 物自欺 就是不要骗自己 要自爱 要爱自己 这些话外国人真的都听不懂 因为外国人话跟我们是颠倒的 就是说 你不要骗别人 中国人说你不要骗自己 我们很少说你不要骗别人 因为中国人最聪明 各位 我是最容易受骗的人 千万不要骗我 那所有人都要骗你 你罚不胜罚 要求自己不要吃亏伤当 比较有效 要求别人不要骗你 难善加难 我们非常清楚这些道理 好 我们上午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